好 大家好 我是BFY 新年快樂啊 各位 來 我們這次再來看一個比當初不可能的隊伍再更不可能一點 結果發現是不是其實還可以啊 我們來看一下 對面是九月九日跟九劍隊不是十二月 而且爆傷只有1221而已喔 我們就給他打到了傳說中的117回合 正常而言是不可能的 不是說不可能啦 就是沒有人會沒有想到有這種事情 在這個年代還有辦法秒過去 好啦 那這麼說呢 那我這裡還是用不可能的隊伍裡面的時間流 現在讓他成為了可能 那我們這邊他用的時間流的部分是小丑暗殺 不是小丑還是小丑暗殺成長時間加破程非常標準的一個 我有暗殺去把對面殺到滿 我有時間去幫對面的月亮再給他加速一點點 當然啦 這個組合如果對面是十二月的話 我這邊的時間就可以拿掉了 因為我只要把他殺到滿盤就好了 但是因為要十二月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拿到的 所以說這個辦法竟然可以處理掉這個問題 我可以讓月亮只要有一顆七星的時間在 當對面全是七星 我這裡而且只要有一顆七星的時間 基本上就可以到滿速了 讓速度推到最高 好吧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位觀眾說 投稿的 我真的覺得這個隊伍真的是有那麼一點點的噁心就對了 應該說玩起來的狀況 好 來 我們他一開始還是滿標準的啦 就是對面要先整理版面 畢竟要讓月亮吃到聖劍 要讓月亮吃到太陽才可以 後來我想想啦 或許真的是要這樣子玩 太陽是從血量從低打到高 而聖劍是從高打到低 不是金劍喔 這個時候不能金劍 攻速快的話就不要金劍 一個從低到高 一直從高到低 如果兩邊的攻速都夠快的話 這樣的話是不是變相了王的血量其實就是除以2 沒有啦 我只是這麼想啦 但是感覺很像 應該是這樣子對不對 好 那對面現在是聖劍 有那麼一點多啊 那月亮的位置其實也不是很好 太陽也滿糟糕的 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給他繼續看下去 看他怎麼整理 然後到後面我們就直接跳到後面去 我們就看關鍵的五十五關 四十一關 五十五關 六十九關 再來是多少 八十三關嘛 好 不管 我們大家跟著跟著看 看到最後就對了 好 那這一局真的是很誇張的 打到了四十分鐘 好難得 在這個年代還可以看到這麼誇張 打這麼久的隊伍 以前通常都是用組合那個年代啊 然後一打可能就超過半個小時 四十分鐘 一個小時 再誇張一點 可能打到兩個小時 再一開始組合剛速的時候 甚至有人可以打到四個小時 都有可能 好 那我們現在到第十八回了 基本上前面應該是穩了啦 然後等一下再被轉完轉一下 然後就去往他選 那我們就直接跳到最後面來去看一下唄 一樣我們用十秒的速度來給他看過這一段 那這邊很像 喔 在這麼短的時間那二十五回合就召喚出七星月 這個速度怎麼拉出來的 因為畢竟有雙成長的關係啊 所以其實要拉出高星是蠻容易的 而且錢基本上是不會缺的 好 那到第三十九回合 第四十回合了 對面的七星狀況其實超好的 先不要管其他 他的月亮這格起來的話 只會有兩格是吃不到月亮的而已 基本上 他沒有三格啦 這樣算是三格 應該還可以更好一點點啦 但是已經夠了 已經夠了 已經夠了 只有三格吃不到月亮而已 那他現在月亮都已經七星 七星六月啦 直接把四十一回合的王給處理掉 而且目前是沒有聖劍 所以這個隊伍在現代是不是更難處理掉 因為這個隊伍是在5.7.3的版本的 在5.8的時候呢 做了一個改革 在這裡面說出來那邊 就是聖劍 聖劍的機率原本是7% 現在變成了15% 所以反而會變相的削弱 這個隊伍 來 我們再繼續看到後面去吧 那基本上這個時候 我覺得我一定要有個七星時間啦 不然就有點尷尬了 OK 走杯 喔 我突然想到這個隊伍根本就是忙死輔助嘛 攻擊方根本就沒事 好啦 來 我們就這樣給大家看到第55回合 那他現在只要一個930還有9400塊53啦 我們先給他停下來一下 喔 對 這個時候他選擇的是用等離子的 因為每一個王的技能都會吃到嘛 我擋一次王 比起賺錢而言 很像我只要擋到一次王 那個扣打可能是更賺的 更賺 畢竟我都七星了嘛 我也沒必要去降星 或是去轉 我的版面已經夠好像還有三個七星的時間還在這裡 而且他們這次還只是用1200爆的當主攻欸 不是用這個帳號的1800爆當主攻欸 這是兩個完全不同檔次的狀況 如果今天用1800爆的話 會不會還過117回合啊 好 現在過了第55會 直接給他秒掉 轉王這邊還沒有轉掉 其實算不錯的 而且又轉了 擋了一次 等一下 這也太好運了吧 我覺得這次可以到這個回合出 應該真的是運氣也佔了一大成分 雖然被轉掉了 不過沒有關係啊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還有三個七星時間在 哇塞 這個狀況真的是好到一個爆炸欸 我的天 好 第56回合已經到了 那這個情況應該又可以到第55回合過去 再次 69回合 我們去看一下唄 好 來吧 我們就給他跳到第69回合 可以看到對面已經沒有事情了 那分身的輔助方這邊真的是幹到爆炸就對了 他很忙 對 不能停下來 但是他的星數始終維持在很高 而且錢還很多 這就是雙成長的威力嗎 OK 來了 第69回合 咱們的血量有到1400萬 對面也沒有被轉掉 然後我們這邊又彈住了 有沒有這麼彈啊 連續彈兩次欸 我剛剛是看重播嗎 等一下 這也太誇張 等一下 這運氣真的有點好 這 又彈 又擋一次 欸 其實 其實我覺得可以不用 不用把那個六星閃掉欸 被撞掉 這樣也沒什麼對不對 好 第70回合了 那這個時候應該是要到 要加14關嘛 對不對 應該是到83對不對 來 我們去看一下 這後面的數字我已經不是很熟悉了啦 哈哈哈哈 到這邊基本上我覺得應該要兩關兩關看啦 但是這局真的太久了 我們就看關鍵就好啦 而且他到現在都沒有出現第二隻轉王對不對 接下來 OK 來 我們來給他看一下唄 現在到第82回合 對啦 接下來 69完是83 所以83完 接下來應該是97 他可以到這麼遠喔 到這麼遠喔 這真的遠到一個誇張欸 我的天 這個時候他的等級 等離子地圖應該是20等沒錯 他沒有給我這個圖案 不過應該就是了 他的時間才等級是10啦 不過我覺得等級10這個倒無所謂 我覺得不管多少 重點是星數對面還沒有被轉 而且在第二隻是轉王的情況下 對面還可以扛得住 然後這邊幫他轉出了一個七顆七星 這個速度有點太誇張 又被轉一次 不過七星的時間還在 哇塞 哇塞 這真的太誇張了 來到第84回合了 我們等一下再看一關好了 到這個程度 我真的覺得有那麼一點點浮誇欸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有沒有辦法這樣子 現在小兵的血量已經到了700多萬滴了 OK 小兵不是問題 重點是咱們的BOSS啦 BOSS的血量來到了4000 欸4億了吧 還是可以秒掉欸 一個從上往下打 一個由下往上打 原來這個隊伍有這麼強喔 原來 原來 那現在這個隊伍比較難實現你知道嗎 被炸掉了兩次 OK 處理掉了 來我們再看一個4億多的血量 又處理掉了 暴擊也才暴到3萬多而已啊 就有這麼誇張嗎 來 我們再去跳到第... 我也忘記哪一個 反正下一次轉喔 走唄 好 來 我們...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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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我真的是 好久沒有上來了 90幾回合了 一定啦 以前都是組合的時候直接跳到這麼後面 現在我竟然沒有想到在這個年代 我還可以看到這麼高的關卡 還不是靠12月上來的 來了 第97回合 小王的血量到7億5000萬 比起剛剛又多了一倍 對面被轉了 這樣還可以撐得住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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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被轉掉了 而且他的星數其實有降低 所以剛剛那邊已經有那麼一點點的危險了 那等一下 在這個情況下是怎麼到117回合啦 來 我們就這樣給他再看下去好了 那因為太陽... 剛好點亮的太陽都是七星 旁邊又有吃到七星月 這局到底歐到什麼程度啊 我的天 來 我們再看一下下一隻王 如果下一隻王還輕輕鬆鬆的話 我們等一下就是用兩倍數來看後面的視頻好了 因為到後面還有好長一段時間喔 第99回合了王的血量到8億3000多萬了 然後第二隻是蛇怪 已經除掉了王已經會放技能了 所以就算是9月9日9月9日9劍還是只能到這裡 那他上去真的是靠運氣上去的耶 哇塞 這個隊伍 而且現在月亮沒有點亮 月亮沒點亮的話傷害少了70% 對太陽而言啊 對劍的話倒還好 反而要讓月亮趕快點亮才可以 然後太陽又暗下來了 不過基本上我覺得應該是已經到滿速了啦 所以小兵已經不是問題 小兵是1200多萬 再看一下喔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我突然覺得有那麼一點點的興奮就對了 月亮沒暗 太陽也是亮 喔 都... 欸欸欸 月亮還沒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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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 這亮得起來嗎 很像有一點沒辦法 我們的獅王是9億的血量 被吼了一下 對面沒有擋住 我們這裡被擋住了 兩條獅子都吼下去了 月亮被吼下來了 雖然被吼下來了 但是他亮了 可是還有兩個六星的長上去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給他上去啊 那這邊還有暗殺可以丟錢 不是問題 重點是太卡了 真的是卡到一個爆炸 好 他的月亮又長上去 變成一個七星的月亮 還可以啦 不過那個位置基本上沒有用 而且那個位置吃到的是五星的太陽道 102回了 哇靠 我捨不得給他加水 好 不管 我們給他加兩倍數來給他看一下唄 一樣我們用兩倍的速度 來看後面這一整段 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接著是兩隻哀王 哀王反而還好 尤其是兩隻 因為哀王放的技能放太久了 真的是過一關是一關 這到我真的有點開眼界 原來這個隊伍可以打到這麼遠 我覺得到97應該是標準了啦 但是要在上面真的都是運氣了 因為畢竟現在都是雙王嘛 對不對 如果今天不是雙王的話 一定都是14關還是15關再加再加 反正總而言之就是要躲過轉王 那現在第二隻王是隨機的話 所以其實很危險 如果第二隻王來得不好的話 很容易就給他崩掉 現在到了105回合了 被炸掉了兩顆不過還行啊 來 第106了 哇塞 哇塞 小兵的血量已經出現 第二條線 這應該是10億了 沒錯吧 所以等一下王呢 應該也是兩條線了 10億出現了兩隻蛇王 這個運氣有沒有太好啊 這真的是好到一個爆炸耶 我的天 如果這個時候再把一個骰子換成狙擊的話 會不會再更過分一點點 我說對面啦 把小丑或是成長換狙擊 不過應該會更難一點點 但是傷害或許會更高 因為我畢竟打第一隻的同時 可以同時去打第二隻 打第二隻的暴擊再擴散到第一隻 是不是傷害會再更痛 會不會 會不會 應該會吧 哈哈哈 好了 第109回合了 他現在瘋狂的被炸掉 雖然說有錢啊 但是已經沒有位子給他召喚了 111回合 又是咱們的轉王 哇塞 然後 他可以到117耶 這到底是怎麼崩的啊 這一局 好來我們的轉王 轉王一定會再轉一次 轉成了一個六星聖劍旁邊沒有太陽 這樣還有救嗎 還可以救回來嗎 這樣還有 還行嗎 還行嗎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這樣怎麼救 這到底怎麼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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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 欸 王可以處理掉啊 那小兵 欸 所以其實 還行嘛 還 還可以嘛 只要月亮還在 我也不知道到底月亮還在 還是時間還在的關係 時間他剩下四個 哎唷啊 時間在的話 光劍傷害也是蠻夠的 擋住對面的王 呃 鎖王 鎖王倒還好啦 鎖王還好啦 然後前面魔師被打掉 所以這關還算安然的去度過 等一下 這個隊伍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這個運氣到底好到什麼樣的狀況 接著是屍王 屍王的話 沒意外 對面應該也會被吼掉一次 吧 哈哈哈 吧 因為畢竟只有一顆七星 吃到七星月 被吼了 但是擋住了 而且兩次都擋掉欸 等一下 這個隊伍 這個隊伍 欸沒有沒有沒有 第二次了 沒有被擋啊 我已經注意不到了 但是 哇 這等離子 反而是必備 原來 對嘛 就跟我那時候說的一樣 要打到最高最高最高 真的要靠運氣 然後再靠等離子 就得靠等離子了 今天只要擋到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效益實在太高 117回合 117回合了 有沒有機會 一個哀王搭配一個蛇怪啦 然後對面的狀況還可以 不過被小獅子 那是小獅子嗎 是小獅子嗎 是小獅子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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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回380張 總共來了40幾分鐘 哇靠我的天 這個隊伍實在太誇張了 感謝我們的觀眾 動彈丁跟魅影的投稿啦 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